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四爷明天就要回京 你们与其待在这儿求八爷 还不如啊 明儿个赶到朝阳门码头 给四爷接风去 到时候大伙殷勤着点 多劝几杯酒 四爷兴许一冒酒劲 不就宽限你们了吗 这是老九给诸多大臣出的一个损招 当初黄河的一场大水 不仅导致江南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 而且还让康熙意识到了 由于自己最近几年属于朝政 大清在太子和一众皇子的治理下 户部的钱被摆棍 借了一个干警 导致康熙关键时刻用钱 户部根本就拿不出钱来 就像这一次黄河水患 户部的存银只剩下了四十万粮 给灾民弄几碗稀饭吃吃 也就没有了 这让康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所以在四爷和十三爷 在江南顺利完成赈灾的使命后 康熙下达了追缴户部欠款的圣职 并将四爷为人为了这一次 追缴户部欠款的大臣 这里小句先给大家说一下 户部欠款的由来 因为康熙年间的兴奋过低 在京城的一些官员们 无法靠工资来维持朝廷大员的体面 又或者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皇亲国旗借走 拿这些没有利息的银子出去做生意 这才导致了户部的银子如流水一样的被朝中百官给借走 反正给出的借钱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这么多年没一个主动还钱的 这一次康熙也是下了狠心 派出了素有冷面王之称的印针 着手去追缴户部的欠款 这下让欠钱的官员一下就慌了神 那些原本靠借钱过日子的官员 本来就是没钱 这些年借着钱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根本就还不起 还有一部分官员压根就是不想还了 于是才有了开头的那一抹 朝中一些官员一窝蜂的来到八爷府上 想让八爷给他们出谋划策 老九就给这些官员们出了个给四爷接风洗尘 并趁机敬酒地搜主意 所谓吃人嘴短 只要四爷喝了他们的酒 在追缴国库欠款这件事情上 就不能再对这些人太过严苛 这些人有可能顺利过关 不用偿还自己欠国库的银子 或者不用在短期内偿还所欠的银子 但是四爷就会因为办事不利而被康熙问罪 当然四爷会有什么下场 并不是他们考虑的 只要他们能够躲过一劫就可以了 而等到真的给四爷接风这天 你会发现 朝中欠钱的诸多大臣几乎都来了 包括大哥印提以及康熙的半读魏东廷 一早就跟百官和皇子们来到朝阳门码头准备给四爷接风 但是在众多皇子中有一个人却是例外 他就是三爷印旨 他虽然也欠了国库的银子 甚至还高达四十万粮 但由于他借的钱都是用来修书了 这一点康熙十分的欣赏 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做的是大事 做的是正经事 所以一开始就自己拿出了钱交给了印直 让他还所欠户部的银子 弄到后来老实都当着康熙的面抱怨 三二个 三二个欠了三十万 比我还多呢 你老人家为什么拿自己的提提银子给他还债 所以他跟那些皇子和大臣们的情况不同 根本就不需要巴结四爷 也不需要四爷给他开什么绿灯 为何他还要来到朝阳门码头 跟众大臣一起给四爷接封洗尘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阵营问题 康熙年间九龙夺敌事件 主要参与者虽然一共有九个人 其实只是分成了三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就是大哥印提的大爷党 大哥印提仗着自己的皇长子身份 在朝中笼络了自己的一批臣子 而第二个阵营就是太子印仁的太子党 这里面除了太子印仁之外 皇子老三印旨 老四印真 以及老十三印祥 都算是这个阵营里面的 最后一个就是老八的八王党 包括了老八印四 老九印堂 老十印俄 以及老十四印提四个人 也是九龙夺敌中的最强势力 当然 关于老三印旨是不是太子印仁的人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是比较模糊的 历史上的老三跟太子印仁关系较好 而且 在雍正王朝里 当初太子印仁在热河被诬陷谋反 在大哥印提的逼问下 精神有些失常的情况 就是老三印旨及时跳出来 为太子澄清 并揭发了大哥印提 利用眼镇暗害太子印仁 图谋东宫之位这件事情 为太子印仁洗清了嫌疑 给了康熙复立太子一个合理的理由 所以印旨一直都是跟太子印仁混的 而太子印仁的身份在这里 他肯定不能来朝阳门码头给四爷接风 所以老三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太子指派 算是代表他来的 第二 提醒印真注意陷阱 老九一开始给百官出的这个接风的主意 戏开始就没有憋什么好屁 暗中给四爷布下了两重陷阱等着他 第一个陷阱就是迎接四爷的遗仗 按照四爷的说法 百官在朝阳门码头接待他们的遗仗规格 已经逾越了他们的钦差身份 所用的规格以及音乐 都是康熙才能使用的 这也是百官们给四爷设下的第一重陷阱 毕竟四爷的冷面王城好 在朝中流传已久 如果真的是四爷负责追缴国库欠款 那绝对是谁的面子都不给 到时候没钱 抄家还债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你说他们有办法吗 说实话 这些官员们还真没有 毕竟四爷是康熙都看好的人权 他们不可能违逆康熙的旨意办事 为了能够不让四爷担任这个差事 这些官员们只能让四爷犯错 然后他们再奏请康熙 换个别的皇子来处理这件事情 只要不是印针 换成任何一个皇子 追缴欠款这件事情 都有回旋律余地 如果四爷一开始 没有发现遗仗的问题 就中了这些官员们的计谋 不仅这一次江南镇灾的功劳没有 还会被康熙问罪 毕竟余智是皇帝最忌讳的事情 当然四爷也不傻 还没下台阶 就发现事情不对 让这些礼部官员 重新制定侵蝉仪仗 粉碎了这些官员们的第一个阴谋 至于第二个陷阱 就是向四爷敬酒 原因 刚才小句也给大家说了 康熙之所以会选择四爷 追缴户部欠款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四爷铁面无私 没有私人的情分在里面 若是真的喝了这些人的酒 那么这件事情 铁定就办不好了 到时候也会受到康熙处分 这也是这些官员和皇子们 给四爷设的第二个套 而三爷印旨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四爷一个提醒 你会发现 当四爷和十三爷走下台阶 走向诸多皇子和众大臣之后 老三直接笑着问起了四爷 你会发现 四爷虽然也是笑着 回答了自己三哥的问题 但表情却有明显的思考了 其实所谓的喝酒吃饭 就是老三给四爷的一个启示 这个酒不好喝 这个饭不好吃 让四爷幽着点 也就是话中所谓的 能不能迟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当后面真的开始敬酒的时候 从大哥开始 一直到老十四 每个人都找个理由 给四爷敬酒 唯独老三印旨 没有凑制个热闹 恰恰说明了 老三到这里 只是给老四来提醒的 并不是处于其他的什么目的 四爷也是明白了 自己三哥的良苦用心 将敬的酒 一一给挡了回去 避免了一次被百官陷害的结局 大家觉得 老三给四爷接风 是处于什么目的呢 评论区留言